確診了2,071宗陽性檢測報告 19宗輸入性個案 應該是印尼的一班機 另外其他就是本地個案 我們暫時有4,500宗初步陽性個案在手上 我們公共衛生化驗所 我們衛生防護中心的一個化驗所 手上還有1,000多宗個案 應該是昨天的化驗 但還未做得及 所以昨天的確診數字應該再高一點 也有些老人院有些個案或爆發 包括在深水埗禮安邨的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雲華護理安路縣 屯門大興村的輪社輔導會大興宿社 都是有一些確診個案 還有一些做快速測試陽性個案 這裡可能人數都比較多 有機會是比較多人需要接受檢疫 另外在太子的口外護老院有限公司 都是有一些初步陽性個案或快速測試 這裡可能在一樓 牽涉的人數就比較多在一樓 我們可能一樓的人士需要接受檢疫 另外在屯門山景商場的軍益山景 有些初步陽性個案或快速測試陽性個案 在A2區的人士可能需要接受檢疫 在我們的公眾戀房也有個別人士 就是老人家 在未入院之前已經不治了 他們也有一些初步陽性的 沒有入院的 我手上有兩宗 一宗就是今天確診的個案 是男士73歲 住在港田村 他在2月13日很快就過了診 另外還有一個是初步陽性 是2月14日 是傷症和咳了一天 因為情況差就叫了白車 又是未送院就已經不治了 是住在油麻地 就是男士77歲